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由南站开幕 市长谢国良指出 希望首批车辆能够在10月底交车 倡导在地公益与环保的重要 今天能够落实 我心中还是满满的感谢 满满的感动 在这边还是深深于举功 谢谢我们所有团队们 谢谢大家 公益今年运动机车赞 赞 对啊 这边这样看起来蛮有趣的 对啊 我还是认为说 让基隆推动一个这样子的政策 我觉得对青年朋友来说 是正面的 我也是非常的开心跟快乐 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展示空间 这个展示空间打造的 比我想象的质感 是一样的好 基隆市长谢国良宣布 即日起开放符合资格的市民朋友 可以在各区公所网站下载零表 10月2号开始在申请人户籍地 所属的区公所开放申请 那我们的目标还是希望第一批的车子 能够在10月底左右交出来 这个青年工艺电动机车专案 可以减轻青年的经济负担 也将强化社会工艺善的循环 实现城市环境永续发展 针对这项政策 以及青年电动机车展示中心的开幕 民众都相当赞同 对 这个政策出发点算不错 那你觉得说这个点是在这里 因为它是展示中心 也可以来拿一些登记表 你觉得这个点是不是很适合 可以 因为通勤路过都会经过这个点 很方便的 就是火车站出来就可以看到 这个基隆市推入的这个政策 那其实应该蛮方便询问的 因为走过去就看得到 然后车款跟怎么样之类的 我们利用这个展示中心 可以让所有符合资格 或者是关心这个电动机车计划的市民好朋友 都可以来这个展示中心 来近距离的来接触 今天由市政府跟这个 透过审查小组 所选择出来的符合合格 以及安全各方面都有兼顧到的车款 那民众可以近距离的观赏 给赏车 那我们的厂商代表也会在现场 为所有的市民朋友做服务跟解答 像我个人就很想希望青年朋友 对于基隆市的独居老人 独居长辈 做深入一点的关心跟关怀 这个部分我们希望先交车 先让青年朋友拿到车 先使用到车子 然后几个月后 两到三个月后 拿车两到三个月后左右 我们才会提出 这个对他们对于公益的需求 而到现场共同来祝福的 包括市议员郭美秀 民政处长张约翔 社会处长杨玉昕 以及各区的区长 跟电动机车厂商代表 对这项全国首创的公益专案 都相当认同 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活动 也是一个很好的政策 我本来很支持 谢谢 赞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把这个一个目标一个达成 那金融市政府这边 算是一个楷模了 对全国来讲 推动这个公益清零政策 算是首开先例 那除了这三十个 友善插座之外呢 我们会在 多在建二十座 一共达到五十座 这个我们在十月份 会完成这样子的工作 让市民在家充电 出外补电都能够很方便 那最后还是谢谢 金融市政府 给Emoving 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来参与 这样子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那最后也祝大家 中二节快乐 身体健康 记者黄润生 陈淑平 金融报道 为了让民众有机会 怀旧体验眷村文化 金融眷村文化节 在沙湾历史文化园区 热闹展开 热闹的开场仪式 2023 基隆眷村文化节 在中正路旁的 沙湾历史文化园区 热闹展开 今年基北北桃 共同携手宣传 眷村文化节 市长谢国良 和桃园市长张善震 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 及台北市政府秘书长 李泰鑫 共同举起海军军刀 切下四层的大蛋糕 宣布活动起跑 有各式各样的活动 跟内容 欢迎朋友一起过来参与 而且是各县市 北北基桃的朋友 都非常欢迎 参加了两个县市 就可以参加抽奖 这就代表了基北北桃 从我们去年 12月25号就任以来 包括侯市长 黄安市长 还有我们山正哥 带领我们 大家一起来把我们 共同的治理 在文化方面 在环保方面 在各项方面 都能够很密切的合作 那么今年10月7号 我们桃园市 和我们台北新北 跟基隆一样 我们开始我们的 这个眷村文化节 从10月7号开始 有国旗绕境 也有民歌演唱 音乐会 戏剧表演 等等等等的 这个非常琳琳满目的 很多不同的文化的 这些活动 我觉得一次到四个城市 把四个城市的眷村 看个够 看个过云 这是最好的机会 所以以前我们对文化的做法 都把它保存下来 把它封闭起来 不要古迹被坏掉了 它尽量不要被破坏 保留它原来的样子 可那个生活 你被封起来以后 它就失去了那个 那个生气跟活力 所以这段时间 我觉得非常棒的一点就是 它在把文化再回到生活 所以整个眷村的改建 当然有很多变成平地高楼 那种概念 可是有很多地方 是被保存下来的 所以谢谢今年 我们县市长领军 在我们基隆整个市府团队 带领下我们四个县市 就一起来 那今年我们的眷村文化节 我们预计是10月7号 到10月29号举报 那它的主题叫做 歌魏央 我差点讲魏央歌 因为我对魏央歌比较熟 但是它曲名叫 歌魏央 那我们就是每个礼拜六都有 这个所谓的这个演唱会 然后我们有 我们的星空电影院 然后还有一个 还有各项的一个市集 那眷村文化散落在鸡北北桃 通通都有 所以我们这次是联合起来 半将的活动 欢迎这一阵子的期间 属于四个地方的市民朋友 跟更多外地的观光朋友 都能够来到这四个地方 来体验我们的眷村文化 我们今年在沙湾文化园区 有很多好吃好玩 这个好逛的活动 记者会现场抚会贵宾云集 包括议长秘书杨文和 及市议员吕美玲 还有文化局长姜亭梅 纵发处长林立禅 跟民政处长张渊祥 另外也邀请荣民跟眷属到场参加 基隆眷村文化节 规划了好玩好吃好拍的活动之外 民众也可以参加基北北陶 四个城市的眷村彩点集张活动 只要到访其中两个眷村场地 参加线上集张 就有机会获得限量的眷村纪念品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体验眷村文化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2023 基隆城隆文化季 城隆夜巡在农历8月14号晚上举行 沿途分送了上千个咸光饼 副市长邱佩玲也首度来到城隆夜巡 参与福教 祈求城隆爷保佑市民平安顺利 在农历8月14号晚上举行 在民政处长张渊祥 跟官销处副处长郭宪平的陪同下 副市长邱佩玲亲自参与福教 巡视基隆街区 祈求保佑市民平安 城隆庙夜巡希望这一切 可以带基隆一切平安顺利 让我们基隆每一个人都天天开心 谢谢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我们这夜巡的活动会非常的盛大 也非常的庄严 希望能够庇佑我们基隆 让我们副市长 跟我们城隆爷 还有所有的好朋友 共同的努力之效 让基隆越来越有爱 越来越好 基隆城隆文化季 今年是206年的安座大典 在百年来 绕境从没有见到过 8月14是我们的夜巡 8月16是我们的日巡 来自双岸峡海城隆庙 台湾省城隆庙 以及中部的枫园 城隆庙 以及普里城隆庙等等之类的 他们在今天跟后天 8月16一起来绕境 那在绕境当中呢 我们会沿路呢 发放将近8000个闲光明 让大家吃平安的 那当然我们祝福我们在基隆呢 除了绕境巡回 这绕境之外 能保佑我们基隆 让民众能平安幸福 平安快乐 对 因为我曾经有来这边 然后妈妈有 爸爸来这边帮我答谢 所以就那个 然后有帮我赐一个姻缘 对 谢谢喔 爸爸有跟 跟那个江湖庙是 对 啊那个吃了 是有什么保佑吗 啊好像保平安的 耶 QQ 赞小Q 澄光夜的职责呢 就像我们当地的市长一样 他是我们当地的守护城 包含的区域 包括基隆市之外 到汐止 瑞芳 金山万里等等 那范围非常辽阔 所以说呢 我们澄光夜 澄光夜分为阴跟阳 阴跟阳 阴就是扫除今天 比如说不干净的一些 事宜之类的喔 那后天呢 就是增加气场 就是我们百姓 如果碰到一些 不如意的事情 都来求 澄光夜来 开市等等之类的 所以说 日巡跟夜巡 是我们安座大典 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仪式 欢迎大家来 共享盛举 据了解 澄光夜巡 主要是扫荡 关轨门后 人逗留在阳间的好兄弟 透过出巡 来守护地方 保佑市民平安 今年的澄光夜巡 邀请全国各县市 城隍庙共同参与盛典 也吸引民众 观赏夜巡 绕境盛事 让基隆市区的夜晚 相当热闹 记者黄日升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而这一场2023 基隆城隍文化祭 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 城隍庙来共襄盛举 许多信众也随乡参拜 让整个基隆市区相当热闹 一起走过来 给公廟 就是给大家保平安 枫园老爷城隍庙 连出巡的时候 都会通常不一样的阵头 现在有Q版的八爷七爷掌声 欢迎 哇Q版的 Q版的七爷八爷一出场 马上成为目光焦点 还有全国唯一城隍 做日式神教 也吸引民众猛拍照 这是基隆城隍文化祭的 日巡开幕式 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 城隍庙来共襄盛举 在艳阳下 许多民众都看得目不转睛 掌声连连 非常谢谢所有的贵宾们 跟所有的民众们 来这边参加 我们基隆护国城隍庙 206年的安座大典 各地的城隍庙都过来了 非常感动 因为你们一起 让基隆变得更好 所以待会呢 我们沿途也会让城隍爷们 去看看我们基隆的美食 在现场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漂亮的海洋广场 因为国庆日 所以国旗都很漂亮 希望我们今天的日巡 真的可以做到天佑台湾 天佑中华民国 也让基隆一切人民更顺利 非常感谢我们国庆祝庙 我们两个城隍庙 都有邀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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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各位 祝大家身体健康 合家病安 基隆城隍庙 我们的小郭总監事 非常地热忱 他不但是把基隆城隍庙 我们的副秘书长 全国城隍庙的 我们全国城隍庙的 主族有45间 全国有45间的城隍庙 所以呢 他也非常热忱 来参与 所以今天 来参与我们基隆城隍庙庙的 这个庆典 很多的友庙来参与 在这里祝福我们今天的 大会也满成功 这一次副市长邱佩玲 参与日巡 城隍夫人神教的 服教任务 共同参与绕境 另外民进党立委参选人 郑文庭议员 民政处长张约翔 官销处副处长郭宪平等贵宾 都共同参与文化祭的日巡仪式 希望保佑基隆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沿途许多民众也都索取贤光饼 希望能够保平安 基隆的街道 也因为绕境队伍显得热闹非凡 还有一些外国的观光客 也认为这样的体验非常特别 感受到台湾民众 对宗教的虔诚相当感动 记者黄志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您知道吗 中秋节也是月老诞辰 基隆慈云寺以鲜花糖果等贡品 向月下老人祝寿 现场也有不少善男性女前来祈福 来到主人之家 议长童志伟探视孩子 特别来到房间和孩子们闲话家常 你是这么漂亮 你才六年级而已 那你之后国中要读哪 恩 恶性吧 恶性啊 或者是巴董 巴董 小女孩书桌上笼子里 饰养宠物求求 每天陪伴她 童志伟鼓励孩子 认真念书之外 还到孩子们平常作息的图书馆 寝室和书房 了解孩子们的需求 童志伟探视孩子 亲自送来月饼和柚子 和孩子们合影留念 但想到中秋节人团圆 孩子们却没有办法享受天伦之乐 其中一位孩子突然认出议长 让童志伟忍不住落泪 谈话中久久不能自己 议长通知委特别探视 考上高中的孩子 希望大家不要放弃自己 而且她很棒 她跟我们约定 她每天都不用手机 她每天都是去跟客服老师 开始拼她的会考 所以她的会考 考的居然是全班第二名 所以孩子们的潜力很强 只要我们给她一个环境 最主要是她愿意 可是我想我今天来到这边 我觉得最大的感触是 也许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她当然很需要物资的协助 但她真正最需要的是 一个环境的关怀 所以在这边我觉得 我们如果有机会 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我们很愿意大家共同来协助 让我们这个环境 她有更多的关怀跟关心 然后可以集中更多的资源 我刚刚跟一个有养一只小老鼠 叫球球的那个小女生 她说她来半年 她半年前来这边 她都不跟大家互动跟讲话 可是她现在很活泼大方 然后也很用功在读书 她刚刚我们去看她的时候 她在读书 所以我觉得 我们希望 我刚刚给她们一个小故事 就是我们要勇敢的做自己的梦 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 未来我们有成就 有一点点小小的机会成就的时候 我们应该也要像这样子 像我们的主恩之家 回馈社会 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 非常感谢议长今天特别的关心 中秋节应该是合家团聚的日子 这些孩子很可惜 没有家可以团聚 所以我们还是一样 跟普通家庭一样 我们尽量的设计出一些活动 让他们参加 中秋月圆人团圆 议长同志伟和爱心人士 一起探视失忆的孩子 送上关怀和温暖 希望孩子们能够健全成长 真情流露 让在场人为之动容 记者黄少鸣金融报导 等一下你再看盘管一下 你就知道了 此云寺药师佛店 历经两年策划 开光起优 明国九十七年才开始启用的 此云寺大碑店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许席于 精心雕刻的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碑店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冷气设定26至28度 晚转时间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 节电不停歇 节电 从我改变 白天到黑夜 星期一 多多运动走楼梯 星期二 随手关灯要贯彻 星期三 衣物日晒自然杆 星期四 定期保养勤擦拭 星期五 冰箱秒数认真数 星期六 节电擦坐要使用 星期日 节电天天天是好日 星期五 就是它 把它处理掉 用电费杀向我帮我处理啊 社会 首先 我发现你的冷气 开的太冷了 1 香胥的绿 Prime 被包固定清醒 电适阴梯 洗衣機等等電池用品沒在用 還加插圖 隨手關電燈 這些小動作 必須省下不少電費 老這電炮換LED 省電省錢又一亮 唉唷 真厲害啊 欸學長 我有個困擾很久的事 怎麼啦 遇到困難學長幫你 最近都有別人 約我一起抽煙 學長 你可以教我怎麼拒絕嗎 邀你抽煙的人真可惡 讓我來教你 去煙發布 你的鞋子很好看耶 在哪買的 我很不喜歡煙味 煙味很臭 剛剛老師叫我 我先過去喔 我身體不好常常過敏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這對身體不好 為了健康不要再抽了啦 抽煙很浪費錢耶 我想存錢一起去吃吃好料 抽煙會變老 我才不想跟你一樣看起來好老 我很膽小 連糖果都不敢吃了 更何況是抽煙 謝謝學長 你好厲害喔 歡迎回到中家新聞現場 中秋節是家人們團圓的日子 議長童子為 準備月餅及柚子 前往基隆主文之家 探視失衣的兒童 其中聽到一位兒童說 議長我記得你 你送過我粽子 在和孩子互動中 議長童子偉一度落淚 把握月下老人誕辰 不守善男細女前來慈雲寺 向月下老人祝壽 準備好甜蜜的糖果及餅乾 祈求好姻緣 希望說 萬何老人做 可以 勉強好姻緣 不只單身男女把握時機求好姻緣 其實已婚人士也可以向月老祈福 來拜月老不限於說未婚男女求姻緣 已經結婚的人也可以來拜 那就是拜月老求夫妻能夠婚姻勇固 我們另一半能夠把我們的手勾勾勾勾 掌握著人間男女姻緣的月老 亮白的長鬍子 臉泛紅光 左手拿著姻緣布 右手組著拐杖 不管在哪一個朝代 都是極受大眾歡迎的神職之一 在月老誕辰這一天 慈緣寺準備鮮花及甜食向月老祝壽 因為月下老人的聖誕千秋 我們那個慈緣寺 用很多鮮花 還有糖果來拜拜 我們那個月老是滿靈驗的 有的是求婚姻成功 他們是很低調的拔謝 慈緣寺的工作人員 平時偶爾都會接到 有信眾拿起糖過來 那時候我們就知道 原來他們已經能夠如分以偿了 向月老祈求紅線密得良緣 相傳在月圓之日 所祈求的願望都會成真 南左女右綁在腳踝那邊 當然如果我是建議 比較建議就是說 自己從外面買整孔的來 因為整孔的拜完以後拿回去 那綁完有時候難免就說 弄髒洗澡弄壞藥等等 那整孔裡面 寄再撿一些再綁上去 祝福天下有情人 忠誠眷屬 追求到自己的幸福 記者蔡小鈞 基隆報道 再帶你來看 基隆市議員郭美秀 結合基隆市天行者慈善協會 及基隆市達摩愛心會 和基隆市政府社會處等公司團體 和盛興人士 特地在中秋節舉辦 街友中秋聯歡福宴 一起陪街友過中秋 溫馨滿滿 基隆市議員郭美秀 結合基隆市天行者慈善協會 基隆市達摩愛心會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 台電協和發電廠等公司機關團體 和善心人士 特地在中秋節舉辦 街友中秋聯歡福宴 陪韓市街友們好好吃一頓 也製贈大型萬用背包 以及日常生活用品 鼓勵街友們振作 也將協助他們尋找適合的工作 重新回歸社會 那我那天就跟他們講 共同就跟他們 你們最近好嗎 你說好啊 可是想找工作 哦 好 那我們中秋節就來辦一個團聚 包括基隆市長謝國良 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偉 以及基隆市政府社會處長楊玉欣 一起陪街友過中秋 希望結合政府和民間的力量 幫助韓市街友溫馨滿滿 那我們這個青年公益的計劃 就是要讓青年朋友 每年固定全體 因為五萬人啊蠻多人的 每年固定 然後這個群體 都來幫助別人 所以今天這個活動 就是一個最有意義的展現 社會處就是長期有 我們有很多名單提供給大家 然後也在關懷我們社會每一個角落 所以社會處還是郭美秀或是李昌萬 都在長期關懷我們社會的每一個需要幫助 我們大時的地方叫做希望學員 在這裡為什麼有希望呢 因為我們在這裡學習 如何好好地照顧得更好 如果這樣不夠的 一定要走出來 我們把社會一直來跟社會照顧好 社會處指出市政府已經在八月新建制安置中心 服務安置有意願 結束流浪街頭生活的韓市街友 也委外天行者慈善協會 制定生活重建計劃引領街友 勤掃街道敦親牧林 以及輔助工作賠力找到適合工作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央新聞的臉書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請多 alert 請多認識 請多問 Kirsty upper 嚇壯 такие 爐 LEDs 字 Lots 我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